15年过去了,陆琪还想带走罗宾 哈喽大家好,我是细看海贼的阿望 海贼1028话,陆琪又说了要带走罗宾 那么今天距离司法导片,现实中已经过去15年了 15年前我还是个初中生 轻质还只是海军大将,跟我们有半毛强关系 那么如今罗宾不仅被两个四王盯上了 CP的人也要来抓他 而现在罗宾布鲁克两人从三楼逃出火海 与CP0所在的贵宾层就不远了 那么他们身边还有这么个能够随时监控的大眼睛在 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找到罗宾他们 而与罗宾一起的布鲁克虽然很强 但面对这几位还是差点意思的 那罗宾就会这样被人趁乱带走了吗 我觉得不会的 首先相信大家还记得布鲁克和圣平通过电话说 着火了,圣平你快下来吧 那么圣平很有可能会和罗宾布鲁克会合 而区区四皇老圣平,新人罗杰布鲁克 这俩人都是刚被罗宾夸奖过真可靠的 那就更不能让CP0为所欲为了 还有别忘了,CP0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要趁乱灭口福自福 不过他们就三个人即便再想 我觉得也是不能同时做到的 然后吧,我觉得罗宾不会被抓 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情质 听到这呢,先别笑 这次不是我梗,就是郑克白景的分析 他已经和海军事业政府决裂了 从心里开始琢磨什么是争议 又看了报纸,知道陆飞和凯多早晚碰面 那么他怎么可能放任罗宾这本历史证文的钥匙不管呢 因为他曾问过罗宾 草帽团是你的弃身之所了 罗宾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 所以现在陆琪点名罗宾 那么情质还会远吗 对了,陆琪说世界政府的船已经在路上了 但是从画面的建筑来看 其实已经到了合作国附近了 还有啊,伟谈总是喜欢搞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所以说不好陆琪他们在不在这些船上 反正我感觉他们是不在这个船上的 然后吧,这部分还有个小细节 相信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看电话虫是可以看到对方的相貌特点的 这里的胡子特点明显就是比两年强更只愣的陆琪 而漫画里通过电话虫买车的伏笔 还有很多最经典的莫过鱼隔老沙通话的山志 当年我们还都不知道他的另一只眼睛是什么样 但其实作者通过电话虫早在阿拉巴斯谈篇就有所展示了 不过直到两年后,山志换了刘海的方向 才算正式向观众透露出来 接着下点细节,这句话很不简单 面对整座鬼岛还有凯多的燕云 这么大的事情大和叔是陶志住的话一定能做到 这绝对不只是因为简单的相信陶志住 打心里鼓舞陶志住才这么说的 因为在玉田和罗杰的冒险中 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来早了 说想和乔一波一生在同一个时代 还明确说将来会有人找到one piece 而同样了解很多事情的凯多 说我自己就是专门挑和之国这个驻扎的 给陆飞打下海后还说你成不了乔一波一 那么这就说明和之国是陆飞 成为乔一波一找到one piece的必经之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如同剧本一般存在的玉田日记 日记中能够明确说到20年后的下个时代的海贼 涌入新世界 还提到了古代兵器空白100年等等 那么玉田的愿望是和之国开国 所以日记中可能对和之国要在什么情况下开国 谁来开国 谁来拯救和之国的子民 只字不提吗 所以我觉得日记中一定有这样一个角色 机缘巧合也好 命中注定也罢 他会促成和之国开国 而大和看过日记 他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陶之柱了 因此他才对陶之柱说 把陆飞他们带到和之国的 正是你也陶之柱 这不是命运还是什么 还强调说陆飞的名字有帝 所以综合以上内容 翻译翻译的话就是 要成为乔一波一找到one piece的人 名字中一定有帝 而且要找到one piece就得先过和之国这关 那么既然要过和之国这关 就一定会和光月家有所关联 而剧中恰好是陶之柱带着第一组的陆飞来打开多 所以大和现在才说是你的话一定能做到 也正如大和所言 这不是命运又是什么 然后话说回来大和深知这是命运的相会 他自然就会相信陶之柱会救下华氏都的人们 所以独自去搞武器库弹药库了 和漫画明确交代大口真神 可是和之国的守护神 现在守护神要去阻挡爆炸 那么从剧情上讲和情和离 但却让人有一丝丝不安 因为武器弹药库这个东西在海内里是极其危险的 当年阿拉巴斯坦的爆炸有多猛 大家都还记得不过我觉得危险不一定是会大和有什么生命危险 而是我们之前分析过很多次的传次郎 在漫画中还没有提到过武器库存在时 我们就分析过他可能去找什么武器设备间了 那么这么大的危机出现就会有小悲剧上演 就像每个篇章都会有悲剧上演一样 和之国也不例外 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吧 然后说一下山智觉醒这一点 我之前分析说这是弗兰奇乌索普改装了战斗服 因为这个要求山智明确提出来过 现在看的确是像贾玉田那次一样打连了 但分析对这种事情吧 十有二三就非常不错了 况且分析的乐趣也就在于分析本身 毕竟能和大家一起讨论海贼这就很难得了 而且我所做的分析就是我的真实观点 不管这个观点符不符合多数人的想法 我从来不过为了最大溜改变观点 去钻牛角尖那就太孩子气了 那你就是钻牛角尖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那么说山智这次变化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是被动觉醒的 他上次穿战斗服之后就不舒服了 原来我们分析是进的尖嘴 把山智顶到楼里是那战斗服的瓦巴金属 和他的身体亲密接触了 促成了山智的觉醒 那么也就是说 他现在觉醒的坚实的身体 是他爹加之用科技力量赋予的 而他温柔善良的心智 是他妈妈所拉给的 所以他才一脸不想变神的样子 毕竟山智他爹对山智可是相当的不好 也正因此我之前在情报里才说 不看好这种觉醒设定 不是说他变强了我就不喜欢了什么的 我也早就过了那个为了某个动漫角色热血上头的年纪了 我的那期视频的原话是 觉醒这种设定放在山智身上 对于人物的塑造不合适 一是因为觉醒之后 他两年间的努力在战力上的体现 这就不明显了 二是因为他自身本身是抗拒变身的 抗拒和杰恶马变得越来越像 那么归到之后一定会花篇幅说明 他如何接受变身杰恶马 或者说如何一直不接受 已经拥有了杰恶马的特征这件事 这种矛盾就类似于乔巴和狸猫的这种设定 但是现在漫画已经到了后期了 又给山智加上这个特征 这对于他一直以来的形象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伟田做的这个设定不好 当然了可能根本没啥人喜欢讨论人物塑造 倒是很多人一上来一听就开喷了 可能把一些人压根就是看个热闹吧 那么以后咱们就不再说 这种站在作者角度考虑的事情了 然后山智被奎音盘起来打成这样 奎音还说武装色高手也逃不过这招 那么看到这个呢 我觉得咱可以简单聊一下 对这个霸气强弱的一些理解 首先霸王色百万的挑衣很罕见 武装色和剑文色多数高手都有 但根据个人修炼的不同 有人擅长武装色 比如索隆 有的人擅长剑文色 比如山智 而现在霸王色也能缠绕了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霸王色是强于武装色的 这个说法单单放在一个人身上 或许是正确的 比如路飞霸王色缠绕后打凯多 就比武装色打得要疼 但是假如没有霸王色的一个人 在武装色上修炼的特别高 那么他特别强的武装色的破坏力 不一定比另一个人的一般的霸王色缠绕低 注意我这里没有特质某个角色 那么同样的道理 本化奎因变成万轮后力气巨大 他说用这招去挤压 拿武装色来抗衡的人也没问题 所以通俗来讲 海德里是存在怪力论神的 只是难得一见罢了 总结来说 A的霸王色缠绕破坏力 强于A的武装色破坏力 但是A的霸王色缠绕的破坏力 可不一定强于B的武装色破坏力 同样索隆的三代鬼射只是一把快刀 而巴洛克工作社Mr.11用的却是凉快刀 那你说索隆用快刀的破坏力 不如Mr.11用凉快刀的破坏力吗 对吧 其实这些关键在于个人修行 而且这样的设定 也在战力方面给了伟天很多弹性创作空间 所以漫画更新至今 战力系统才没崩 然后是1028化的其他几点小细节 第一点从周边环境来看 CP的船已经到了和之国附近了 那么他们能顺利登岛吗 别忘了大妈那一圈孩子 很可能双方会发生火病 而鬼岛战斗结束后 大妈也会因为CP势力的加入 及时撤出和之国 这样就不存在打王凯多 还要打大妈的情况了 第二点 CP的面具男摆弄的棋子是一黑一白 之前还没注意到他的眼睛也是一黑一白 第三点卡库和沈岁西莫名很搭 第四点 罗的潜艇小军队到了鬼道上了 海贼武士联盟又增加了新战力 第五点 奎因是狗逼 其实每个篇章在敌方的阵营都有这么个角色 沙国的小冯 空岛的涅槃 CP的长矛和卡库等等等等 第五点 小马哥和仪藏注意一下表情观礼 接着我们来看一命摧席的1027化的一年小细节 主要是晋了 百兽团的晋是不是前任监狱长呢 很多兄弟给我发了私信 问这个问题 但我不是伟天的 只能简单的谈谈我自己的见解 首先关于这个猜测来自于晋的衣服款式 他的衣服与麦哲伦西流这种海底监狱长官的一样 对比一下 确实相似 尤其是与之西流的衣服 领子腰带都是骷髅标志 然后我们回看542化 他第一次登场时 他的身份还是犯了错等待被执行的监狱长 而领子腰带上的logo还是监狱工作人员的logo 后来到了925化西流贝斯莫利亚 衣服款式没变化 logo却成了骷髅头 那么这就说明长官变海贼标志换一换 这种操作类似于判人在自己的户额标志上滑上一道 所以这么想的话 同样的操作也可能发生在金的身上 那么金当年为什么辞职或者被辞职呢 可能是因为发现自己的种族的秘密了 也就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 在八九百年前 天龙人曾窃取神志国 占据红土大陆 图鲁路那瑞尔一族 而金的某个祖先呢 侥幸生存繁衍下来 但几代过后 对于这份仇恨的记忆不在 后来金出生长大又以强压的实力 成功应聘监狱长 机缘巧合下通过监狱里的关押的那些个大海贼 发现自己种族的秘密 但天龙人呢 才不管你是监狱长还是路那瑞尔一族 不为老子所用 还想爆料老子的秘密 那就先脱你一层皮 于是典狱长沦为了天龙人的奴隶 一阵虐待后啊 这个身体呢 脸呢 惨不忍睹 后来呀 不管他是自己逃出来的 还是被别人揪出来的 但他都遇到了凯多 之后 金一直以全身覆盖的样子世人 甚至还参加了 二十年前与玉田九霞的那场战斗 这个身影啊 应该就是近了 总之 凯多对他是有恩的 因为各种细节来看呢 金对凯多也是忠心耿耿 甚至凯多啊 飞到屋顶后 金还拿过队仰机啊 全面指挥 然后呢 还有一点呢 相信大家早就发现了 百兽团的服饰啊 都S啊 有点M 几位门给大家变身的时候呢 最为明显啊 皮革熊带的装扮 还有什么 毛巾剪刺啊 乱七八糟的 为了过审呢 更多的不放了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翻翻看 那么如果把监狱长和 S有点M的特点结合起来 不但发现 作者在构思百兽团时啊 在构思三灾的金时啊 是用统一的服饰啊 跟我们在打马后眼 放烟雾弹啊 隐藏进背后的故事 所以在接下来 禁于索隆的战斗中 金会被索隆砍破面具 然后就像塞尼奥 对弗兰奇一样 绝对会插播一段回忆 而他的回忆 关乎神之国 关乎Lunarer种族 与灭族的神仇大恨 甚至啊 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天龙人 然后呢 他与索隆战斗啊 应该会败北 那么也就是说 索隆复刻龙马 展落天空飞龙的传说 展落的 会不会是一只翼龙呢 因为鬼岛已经来到了 华尔都的上空 华尔都里还有一只 大翅膀的大天狗 他原来说过 我在等一个人 等很久了 那么翼龙落地之时呢 大天狗会不会对劲 说一句 撒西不利呢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啊 有点长啊 感谢观看啊 我要去刷啊 咯咯我们下期见 Goodbye